大楼内部管委会请来厂商 一路从凌晨2点消毒到清晨6点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因为确诊的无名孟加拉几船员 就住在里头 昨天12点多就有来了 对不对 负压车就有来在确诊者 江东大楼是新型建案 有642户 目前住了7成左右 其中有200多户 都被封电厂商等租来当城宿舍 外籍的人士相当多 我邻居也是很多外籍的人士 就很担心是不是这样 左右邻居会互相存了 不知住户人心惶惶 周围的居民也很怒 我是说小组是什么事情 我一直想说 这里有疫情 没有啦他不敢说 我没有钱说 工作人家不敢说 他如果说我就出来 根据卫生局公布的足迹 有船员在12月3号的晚上 曾经来到台中全联武器文化店 12月5号也有到清水熬风店消费 虽然全城都有戴口罩 目前也还没症状 但到卖场买东西 大家对商品摸来摸去 谁知道有没有接触 变种病毒当时比一般的 Dialta病毒威胁性还大 会不会已经扩散开 还不知道 卖场接获消息 也赶紧把铁门拉下来 暂停营业 虽然确诊船员CT值高 但他们都是从国外入境 又有足迹 就怕Omicron变种病毒 已经巧巧进入社区 也留在警察台中采访报道